无损害 眼下不能让鬼子得到它 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你出城是为了珍宝的事 没错 最近我才听说 说你们王家帮我当仇人了 说是我开枪 把王太太打成了重伤 不是吗 我说不是 你信吗 不信 谁看见我开枪打王太太了 这我不能告诉你 哪里说 你是怕杀人灭口吗 我问你 如果当初我想杀王太太 她在我这里这么长时间 你们王家人一个人都没在身边 我要杀她一若反掌 我为什么被动手啊 不懂 大雷 走了 痛快 你怎么不炸死这个老不死的个东西 神木的 平日里 把我往死里用 关键时刻一脚把我踢出去 连珍宝的影子都不让我看一眼 我一眼就看出 那把椅子它是假的 它不是王七美真正用的那把椅子 怎么样 炸了吧 把眼睛也给炸瞎了吧 你怎么不炸死他呀 那样的话 这世上又会少一个知道珍宝的人了 可是大哥 你这么想 难道森木他不会这么想吗 这半君如半火 你小心森木他对你下手啊 兄弟你不明白一个道理 在中国 日本人要想在中国办成一件事情 不靠中国人 他是什么都办不了的 我把话放这儿 如果他是森木 还想一味地独吞珍宝的话 他那只狗眼也一定会被炸瞎的 王家大院这么多人都散了 王家大院这么多人都散了 不会 这帮老兄弟都有老办法 即便是散了 也会重新聚在一起 这次我们出城 就是想跟他们会合 西满跟小天在哪儿呢 不知道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西满 但愿小天能在他身边陪着他呀 只要他们还在九安城 就应该能找到他 找到西满就好办了 王太太就得照顾了 他跟西满在一起 总比在我这儿强 是啊 那就拜托你了 要是能找到西满 我加倍感谢 拜托你了 我 我不知道 该说点啥 我 我走了 站住 站住 我来带着说 我说过不杀你 是不想你死在鬼子手里 你在我跟前 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肯定要出城 我却离不开这里 我会加小心的 您放心 有大雷在 我死不了 我知道你本事比我大 可是让我大雷吃饱了 三五个鬼子 不在皇下 二十天之内回来 让我见着你 知道你没死我就放心了 二十天太短了吧 两个月如何 就二十天 爹 二十天 就二十天 好 虽说我们是仇人 但有趣话我还得说 多保重啊 必策 必贖 二十天我见不着你 我把王太太交给燕飞了 行 就二十天 大脸 走 燕妃和森木上当 确信珍宝 已经被王岐美从王家转移 而龙马则怀疑 珍宝也许仍然还留在王家 王岐美对此未知可否 那么珍宝到底在不在王家 接下来王岐美还有什么妙招 接下来 他们父子命运又将如何 王岐美实在是太可恶了 把珍宝运走了不说 还留了颗炸弹 要是抓着他 一定对他千刀万剐 替孙木先生报仇 珍宝咫尺之遥 我几乎都可以闻到他的味道了 可是 他还是擦肩而过 失智交臂啊 颜卫军 下一步 该怎么走 那要看 王岐美下一步怎么走了 王岐美把珍宝藏在自家大院里 一藏就是二十年 为什么 我们就一直没有怀疑过呢 因为 我一直以为 王岐美的珍宝 是西市之宝 一定会藏在非常隐蔽的地方 可是没想到 她居然反其道而行之 藏在一个最不隐蔽的地方 她的家里 她把珍宝藏在了家里 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她的珍宝 她是在最部的 她的周边 我一定会把珍宝藏在 我们都在这边 作词 我们有注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爷 您在考我 还是您说吧 我想他们下一步的动作 不会是在我家继续挖地三尺 他们得跟着我走 我给这批珍宝 安排了一个新的下 这盘棋活了 我王七美在哪儿 珍宝就在哪儿 珍宝在哪儿 鬼子汉奸就干到哪儿 他们不会再打我家的主意了 下一步千方百计地找到我 逼我就犯 老爷 您想给他们设计一个假目标 让他们远离真目标是吗 越远越好 西北望长安 可怜独树山 大林 你说咱下一步 往哪儿去啊 您是想把他们引到 二十八棵红柳树 鬼子这趟火车上 着实装了不少好东西 除了粮食 还有盐 还有所军装用的布匹 太好了 来得太及时了 正好全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啊 还是老规矩 我跟黑山先带人上车 十分钟之内截停火车 三郎神 你就在车下负责警戒和装车 半个小时之内必须装车完毕 然后尽快撤离 好嘞 就这么办 小苹果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大哥 这种硬碰硬的买卖 你们是行家里手 我没有二话 跟着你们干 好 怎么了 没事吧 我 我没有用到处理 我没用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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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话 我没用到处理 我都没用到处理 我没用到处理 我都没用到处理 我都没用到处理 他觉得有什么 我还是要人家里面 都没有人家里面 我就是 我还有一个 我跟他在一家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怕车上有个小妖精呢 小别哭 干吗 那小妖精就是挺可怕的 你听见没有 不过这更可怕的是 有了身孕的女人 万一摔了一跤 孩子可能就没了 大人还伤元气呢 是不是 这小苹果呀 说话可真有意思 这一听啊 还以为是在帮我呢 可这说着说着就变味了 你到底帮谁说话呢 起来 我可以说的 小不过 小不过 你跟人生家 在哪里 看 又来 这不让我 自己拥有 我 怎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哥 谢谢您看得起我 不过 我哪是做大当家的材料啊 这人各有志 你不愿意当土匪 我也不能强求 可是有件事 我得求求你 不管有一天 你是走是流 千万别扔下白水一个人 大哥 你是不是又要说 一定要好好照顾白水姐 如果有可能的话 那就把她带到山下 过文明人的日子 对不对 大哥 你每回下山之前 都会跟我嘱咐这些 我都能背下来了 这白水看你这莽撞粗野 可是她心里面比谁都脆 一碰就碎 我明白 大哥 您放心吧 我会好好对待白水姐的 我跟白水姐不离不弃 谁也不抛下谁 不过大哥 您也要答应我 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 见好就收 白水姐姐可不希望您有任何闪失 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 她才能放心啊 好 我答应你 姐 这可是我第一次上战场 也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好紧张啊 小苹果 嗯 我也有点紧张 我这心里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特别心慌 是不是因为 你肚子里还了孩子呀 不是 我是担心黑山那个傻男人 这次去劫火车 我看他自己都没有把握 他要是出个什么 三长两短的 我自己可怎么活呀 妹子 你答应我 万一我俩要是有个什么事 你就把我们俩葬在这 红柳树的山门下 然后你就去找龙马 只要他还有心疼你 那你们俩就好好过 好好在一起 就像我跟黑山一样 永远都别分开 嗯 姐 别胡思乱想 你们不会有事的 相信我 不会的 一对草猛英雄 怎么就那么让我羡慕呢 因为他们是那么恩爱 那么幸福 他们活着要在一起 看绿水青山 死了也要在一起 看青山绿水 今天 我们就要去打鬼子了 龙马 你在哪儿啊 你想我吗 你想我吗 你把我这颗心都偷走了 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带回来 你 你怎么啦 怎么了 姐 你怎么啦 怎么了姐 想吐 那是正常反应 等会是什么呀 黑山寨啊 我给你熬点酸梅汤 你就能好受多呢 好 真羡慕你 黑山大哥对你那么好 现在又有了孩子 将来啊 你们三个肯定会特别幸福 妹子 我想好了 等这次买卖干成之后啊 我跟你一起进城 我要把孩子生在城里 真的 当然了 我可不能让我的孩子 在土匪寨子里长大 他父母可也是个粗人 但是我孩子得和你一样 做一个有文化的人 做个文明人 那成 到时候我就送他 到洋学堂读书 我还能教他读书 写字 唱歌 跳舞 我教他唱 虾 小苹果 说好了啊 你可一定要教他啊 要是生个男孩呢 就叫他黑老怪 女孩就叫白开水 要是罗凤苔 就叫白山黑水 是我名字起的真审事 将来跟你听王王亲啊 嗯 我是你的男孩 不定了 小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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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 小苹果 半水姐 你来干什么 十万火急啊 我是来报信的 那个车不是运货的 它是运兵的 上面全是鬼子 什么 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在城里保安团里 毛了个差事吗 我才得到的消息 可汉奸 当了汉奸还他们赶来找我 等一下 姐 等一下 不是 双喜 你怎么知道我能在这儿 黑山大哥想接这个车 我早就知道 告诉他不能接这个车 可他就是不相信我的话 我也不相信你啊 怪不得黑山大哥 他跟我说过他心里不踏实 双喜 你接着说 黑山大哥 不知道在哪儿打行到的情报 肯定是有问题 这辆车不能接 可他不相信我 他也信不过我这个人 我最后再说一次 我也不相信你 你赶紧给我滚 你 你看 怎么回事 我跟黑山说过 让他别开枪的 就要是把新城的鬼子 召拉就麻烦了 是啊 我就说嘛 这车拉的不是货 它全是鬼子 双喜 你好人当到底 帮我到前面看看什么情况 行 等等 那个狗子 二大 你们仨跟着他一块 到前面看看去 走 进行吧 快 怎么听着没听 放 这枪声怎么越来越密啊 放 糟了 这枪声怎么越来越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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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鬼子的身炮 这得有多少鬼子呀 放 放 放 大队 你是不是 早日都叫一个奇双医生化 你别在这儿陪我走 赶紧走啊 走 我 家庚已经倒 都怪我 都怪我大陆的家亲口 我这上没有粮食 真是鬼造 是我对不住你们 大哥 我们是兄弟 你说这个咋话呀 站起来 走 站起来 快 白小姐 你别着急 那个 高深大哥 你们几个带着白小姐 赶快回山寨去 是 圣家的兄弟 跟我一块到前面 有黑山大哥 对师姐 放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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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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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个寨子去 快 是 你们请我工作 走 我不能走 要是知道一块 干嘛呀 都干我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一块打鬼呢 等把鬼子打完了之后 咱们还找王几美报仇呢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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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